大家好 港股今天是反覆下跌 已经连跌第五日 不过都守得住在27,000点的水平 我们看看今天恒指的走势 今天恒指受到腾讯股价拖累 低开452点 一开始就穿了27,000点关口 开市报26,871点 已经是全日的低位 亦都创在一年的新低 之后看到腾讯回升 都带动大市跌幅收窄 甚至倒升 最多是升过81点 高见27,405点 不过之后看到沽额又增加了 午后就越跌越多 收市创超过一年新低 但仍然是企稳在27,000点的水平 成交今天很多 看到今天全日的成交 有超过1,245亿 恒指收市跌223点 收报27,100点 而国志跌55点 收报10,479点 今天我们立即找到嘉宾李慧杰 Jason和我们一起谈谈 Jason 你好 Hello 你好 Jason 看到人民币今天反弹了 在岸人民币对美元 曾经收复6.9的水平 但看到港元也继续弱 再触及7.85的药方兑换保证 本局24小时之内 三次出手买入港币 本港的银行体系继续跌破千亿 现在资金似乎有加快流走的迹象 是不是 其实资金加快流走 我相信继续跟美息方面的吸引力 继续扯走了港元方面的资金 因为始终我们知道本港方面和美元方面掛勾 而美元方面也都有一个 将来未来加息的机会 以及已经是有一个息口 其实本港方面 的确实我相信 未来你说要令到资金流走的情况 有一个改善或者有一个改变的情况 本港方面真的开始要上移方面的 最有位利率或者开始加息 资金的逃利速度才会减慢 我想现阶段 因为始终早前4、5月也有资金流走 但是在6、7月开始有大型的新股招股 其实也吸引了资金流回香港 但是在这段时间 大家的港股都是 大家要钱不要货的一路沽下去 所以看到沽完之后 大家砌钱走也很正常 而现时也要看本港方面的加息状况 才衡量资金的逃利活动 因为始终都是一些差息活动 所以悲观情况又未至 就是说本港方面不吸引 而令到资金流走 最主要都是一个叫息差方面 有一个叫令到港元继续走弱的一个主原因 另外就是人民币那边又反弹了 因为今天就说 中美会重启贸易谈判 又传来一个好消息 中国商务部副部长 8月底就计划会访美的了 这一个大家又可不可以有点点憧憬呢 是的 今天来说也确实是因为这件事件 而令到人民币方面都有个反弹的机会 市场方面都已经知道正在消化这个叫外访方面的消息 因为其实虽然你说8月底就会去美国方面 进行这个叫贸易战方面商讨 但是见到美国方面 之前都订了8月23号 就将预下160亿美元的一个叫中国进口货品 就正收关税 先继续是继续打着的 打着来到 我认为市场方面 当然我自己都希望能够达到一定的共识 或者释出一定的善意 我想现时的市场气氛 都会继续在这件事里面发酵 但是一天没有正式落成有任何达成协议之前 所以两个市场暂时来说都半信半疑 因为其实4月至今 其实中美其实都谈过很多次 但是由特朗普一个月就可以 将之前完全是掩盖了之前谈的事情 所以令到市场方面都会有乐观的 但是被置于说完全相信 你看看后市的走势会是怎样呢 是不是都是在27,000这些边位上上下下先呢 其实我们上次都提过了 其实27,500是重要的一个位置 而失手之后 跌穿上次低位之后 其实27,500正正在港股方面 由17年初至到高位 回调回来之0.5那个位置 现在来说失手 当然今天来说都跌得比较深 除了这个内地方面反弹 有一定的反撲机会 但是我想你说短线 就是说直着中美的一个谈判 有机会可能松绑 我想极其量去到28,000这些位置 因为始终那个市场暂时来说 都离罩着这股叫不确定性 所以你说比较乐观的情况下 可能去到28,000这些位置 那个阻力会再次出现的了 当然持续在27,500以下 如果你说不能够反撲上来 而且有一定人幼 因为自从刚才提过了 失手的位置下一个支撑点 就要落到26,000了 所以这几天来说 你说谈判或者最新进程 都对港股后续影响度都比较大 因为其实港股或者整个金融市场 过去这个月真的没有什么特别好消息了 给到市场方面来做冲击的 所以我想这件事可能一些叫松绑 第一个位置27,500这个关口位置都重要 不能够上冲的话 其实可能都有机会再次反复市到26,000点的 大家都要密切留意着 未来的中美谈判会是进展成怎样的 另外大家都要看着就是腾讯 因为腾讯公布了业绩 第二季纯利跌百分之二 只是有大约178亿人民币而已 高增长就不在 大家关注的手游收入 按贵都要跌一成九 去到176亿人民币 见到腾讯早上低开超过半成 低位就试过去319元 穿了320元的水平 不过见到低位就有些买盘买回上去 曾经就上去330元流上 高低位相差都超过10元 腾讯业绩之前市场都已经不抱太大的期望 都觉得一般的 结果就真的 略为差过这个预期 不过有些人就认为 其实看回那个非通用会计准则 那个 按贵盈利 按年都升到 两成 又不是真的太差 Jason 你有觉得 这份业绩和你自己预期的 是不是都差不多呢 其实大家都这次来说 业绩就要大家市场方面估计 估计得很准 但是你说 始终来说出来的数字 就差个市场预期 最主要大家都是关注 在手机游戏身上 因为始终是《绝地求生》 其实内地方面就未曾进行 这个叫负金的一个状况 但是始终你很受欢迎 反而就吸引了 之前来说一些 叫做游戏的发烧者 就在《绝地求生》那里 玩《绝地求生》 但是未曾负金的 所以令到它的收益 尤其是有一个降低的情况 但是你看到其他 除了你说手机游戏之外 好像广告收益 和这个叫做增性服务 好像叫做微信支付 其实做得相当不错 如果你说来到市场方面 着眼点 在广告或者支付服务方面 其实我想大家都会知道 未来方面的冲击 因为单靠游戏 其实你不能够这一世做下去的 所以我想现时可以发展得更加之港 都不稀为一件好事 但是短期来说 今天其实杀了320元 这个极大的一个牛政重破区 杀完之后 其实今天曾经都戴过上332 我想短线 你320元都是一个重要的防守位置 其实上一次在8月初的时候 都杀完384元之后 就回弹了差不多10% 这次我觉得也有一定的反驳空间 短线我就看回大概345元附近 但是如果你说指示位 我想你说薄反弹 小转薄反弹的 维持了319这个位置 你说一浪低一浪就真的不要持有了 可能这次指示位大家又定近一点 319附近就做指示 如果你说这些位置上车 可以看着340到345元先的 我看到有很多观众陆陆续问有关700的部署 观众就说700短炒进入不行呢 刚才Jason也说过 也要留意指示位置 另外有观众就说 开市的时候在320元进入了200股 他说可不可以拿到年尾 是的 看你有多详情或者有多有信心 现时你说见那个市场的气氛真是差 资金流走 再加上一些新经济股 其实一直被资金抛售 最主要我想腾讯就是一些比较大的一个阴霾 就是内地可能未必会批或者延迟批一些要游戏的一个收费功能 其实这一点我想就对腾讯会有比较大的影响 现在摆在政策层面上大家更加难估计 如果你说320元买了 那当然我觉得你有户可以先试一下 试完之后再买过都不迟 除非政策的方向转变 可能接下来加快批在腾讯这些游戏 或者附近情况可以给你做的 那你就继续持有战 但是暂时好像未见到之前 你就去到340、345附近 吃了一次户线 令到你的估讯会更加大 到其时之后你低位再买过 那个防守力都会更加大 嗯 好啊 我们见到其实业绩公布之后 大网都发表了一些报告的 大多都是下调了腾讯的目标价 都可以和大家讲讲 有些大网下调了估值 花旗将明年预测试盈率由38倍 调低到32倍 目标价由514元下调到420元 认为审批游戏变演申请程序延期 会进一步拖慢了腾讯收入复苏进程 不过集团广告系统完成改造 小程序可以接入广告 以及支付业务继续快速增长 都有在抵消游戏业务的疲弱 维持买入评级 另外大摩将目标价由498元下调到430元 大摩说腾讯的游戏业务面临政策不明朗 但并非是一个结构性的问题 重新回到腾讯增持的投资评级 至于野村也将目标价由492元下调到449元 但相信支付业务长远 都会成为集团的增长动力 广告的潜力也很庞大 长远来说他们都觉得前景仍好 维持买入的评级 Jason我们看到多间的科技股出了业绩 看到盈利似乎有一个转差的情况 其实你看看整体的科技股 是否开始都不太行 大小是否已经易去呢 是的 其实在科技股来说 17、18年初 其实业绩是相当不错 但像我们说高基数效应下 要再有七、八成的增长 而且是相当难做的尤其是近期来说 大家关注在美国对内地方面 一些科技的控制 或者是科技的承接 所以令到科技股份 将来都会面对着 一些比较大的挑战或者竞争 所以我想科技股份 这段期间的也是一个大家知道 支援手的话 其实都相当之欲赤的 因为其实你看到增长的一个幅度 其实很难像之前那样大的 基金或者资金上 其实马上就在市盈率身上 开始一路是立刻收 因为不见你有很强劲的增长之下 那市盈率自然是会收回下去 那其实就令到一些估额 估额也都衍生了出来 那我想科技股份 这段期间 唯有就真的停一停 休息一下 等到整体的市场氛围真的好 那当然了 刚才提过都是要靠腾讯 因為騰訊才是一個科技類的領導者 騰訊好的時候 科技類股份才會跟隨草 我以為是值得等待一下 等待的就是整個科技類的熱潮 開始燒化了比較不要那麼高估值的情況下 才有機會再次反應 我見到立即有觀眾想問一隻小迷 它就說現價現在可不可以入市呢 今天收市就收布16.24元 跌了0.3% Jason 你又建不建议大家在市房之下 去买一只小米呢? 我想现时大家真的要买一些止痕膏 擦一擦你的手 当然你说手痕的 想做短线部署 其实可以 但我想你16元以下 真是少住 博一博 刚才提过一些高估值的股份 其实一直是给大家减紧仓 其实你看回小米方面 现时布格基显示 预测时间是76倍 其实76倍还要比腾讯贵很多 比其他科技股都还要贵 所以往往跌的时候 其实跌得比较狠一点 所以你说好不好短线呢? 16元短线了的话 有位置你看的 如果穿了今天的低位15.5元 这些位置就只蝕了 如果又跌上去 大概17元留上这些位置 我都可以吃虎 你大概用1元这些位置 用5毛钱左右就博1元 看看大家会否做这些短线操作 始终现在市盈率也是偏贵的 大家真的要小心一点 接着我们讲一下内房股 因为见到今天逆市有得反弹 见到市场憧憬 就是粤港澳大湾区 会有更多的政策出台 人民币今天又抽升 也带动部分内房股 就是逆市反弹 见到碧桂园收市 升近3% 收报11.24元 而中国恒大就升7% 收报26.3元 万科、旭辉和西贸房地产 都是升到0.8%至4.4% 见到内房今天似乎都是因为大湾区消息 就出了 带动升上来 不过始终人民币似乎都未稳定 另外就是内地的调控政策 都是持续进行 大家是否现在都要小心一点 都不要太过进取 对于内房股 如果内房股来说 当然你说内地的楼市调控 其实过去这几年 这个名字基本上是没有磨变过 不停在那里调控的了 但是你说调控到现在这一刻来说 其实除非是限买的 不买房子而已 如果不是的话 其实我觉得那个政策 已经是去到一个位置 已经很难再加 但是反而你说见到内房 见到几次来说 一些都是近月底的时候比较差 月头的时候 因为那些消息报告 也都可以冲起 今天来说你刚刚踏政中间 又会升呢 因为个别内房 好像884 出了一些比较好的中期协计 令到整个sector就好一点 如果你说现时 我都认为大湾区系列的一些内房 我觉得投资价值都比较高 当然你说在本案方面 有什么时候会有大湾区的消息 因为由我们差不多三月开始 已经不停地说了 说到现在还没有最新落实的情况 因为其实面对着的一些情况都比较上 你说情景上 难以未曾或之这么快通行得到 你说地点上 户籍上 或者购买房的一些政策 会不会有影响 我想真的要再细致 去到再商讨 但是如果你说现时投放在内房 我都建议大家买一些 可能按照数据理想 或者出了一个盈运数据 可以中期业绩 理想的内房 少着迫它反弹我都可以 但是当然你要面对着 人民币一直贬下去 那些说以港元结算的话 其实你出来的业绩可能都比较差 大家要留意这一点 有没有说哪一只呢 比较直播呢 你刚才看到 可能是一些业绩好一点的那些 有没有说哪一只会比较好一点呢 刚刚出了的会比较安全一点 好像玉肺884 或者是已经发了 营起的恒大 我都觉得可以少住 但是如果你说 以回大湾区的 我觉得就好像884 还有383澳元 这类型都是以大湾区的发展为重点的话 那其实出来的那个业绩 或者过去这段期间的数据显示 都是不错的 所以这类型如果是大湾区 可以留意这些相关股份的 嗯 好啊 我看到有观众想问一下 就是3333中国恒大 那他就想问一下 就说明天可不可以追入 或者是26.3 可能今天的收市位这些水平 想问一下 可不可以进入和上网 你看会多少 其实他就20号出业绩了 但是他之前就发了营起 营起就帮到他冲到上28个多 但是就刚刚做了顶位 4月的时候 顶位就接近28个多 其实刚刚两个顶位就 一下子就拆下来 我觉得你就不用那么过分告罪 因为老实说明天的市场如何呢 大家都还不知道 我反而觉得你不用太过告罪 我认为25元负日才买 安全一点 尤其是他炒起来 可以是比较急的 所以如果你说 买它 我也觉得不需要过分告罪 虽然你说 买股以后的气势 但其实气势变化得很快 我认为25元留下 买你的防守令 会比较高一点 另外观众也想问一只1918 他说今天看22元就买了 可不可以持货呢 和目标价可不可以看25元呢 刚才4条3 如果你说直接拼回来看28先 但如果那只1918 其实还是未曾炒过的 当然大家都担心着一些负债问题 如果你说22元买了 当然我也觉得有机会拼到上 25元我觉得上一次浪顶 是26.6附近 但是你看着近期20天线的阻力都比较明显 我反而觉得你不要太拼了 你去到24元留上 你都开始准备凌食股先 因为其实20天线之前冲破过 但是你是难冲破 或者有阻力之后再冲破 所以现在这个事件不是很快的 我想20天线附近 24.3附近 你可以开始考虑食股 留下一些 看看有没有机会再冲上25元 我觉得这个策略会比较安全 真的留意着24.3附近的位置 好 接着我们不如看看 另外有些什么观众 都想问一下 问题问一下Jason 有个观众想问一下288 刚刚出了消息 不太好 看到流传郑州那边 爆发这个株液 郑州市政府说要封锁 爆发非洲株液的一个疫区 我看到今天晚舟下午急错了超过1.1 低见过是5.81 我看到郑州的商会食品集团 都说这个消息熟实了 不过就说对于公司生产的经营影响不算太大 我看到拖累着晚舟大跌 之前业绩半年少赚7.7% 略为好过预期 之后股价就大升上来 不过今天又因为有个猪瘟的消息 似乎又拖累了 收市就要跌超过7% 收报就6.08 观众就说现在传出了这样的猪瘟的消息 是否也有牌跌呢 就是晚舟 的确是和不单行 其实之前大家想着 贸易战对它影响比较大 尤其是它在美国方面 就生产回到内地的一些生产产品 其实之前大家想着比较负面情绪 但是出了业绩 其实都可以叫合格 加多功课 因为它成功转移了一些销售 去了韩国方面等地 但是出完业绩 我都觉得是对版的 但是奈何就发现这个叫G1事件 因为其实你说出现一个G1事件的话 如果真的有株感染的话 要真的整个叫全部的株 都需要清除 所以令到我想 现时不过定性 也都在它身上继续蔓延当中 当然了 这件事事态发展如何 我想就是大家未估计到 因为始终是疫情 所以我想市场方面的反应 今天来说都很明显的了 就先沽为敬了 所以令到股价都沉回到6元附近 我反而觉得那些是没有货的 现时因为始终是一个疫情 大家是估计不到 不要打算反弹着 要等消息前面淡化了 或者出一些 真是能控制的消息 我想到其时大家再次部署都不迟 所以如果真的持货的 那这件事真的不幸地发生 过了之后我相信是淡化得到的 因为始终是贸易战这麽大件事都扩行得到 我想就经过了这个 一些叫瘟疫之后 猪瘟疫的事件之后 可能股价亦都可以重上 但是我想要给少时间消化了 这个叫负面情绪才可以 所以短时间来说 我想要比较上的一些沉重沽压 可能都在所难免 大家都要看着疫情的发展是怎样的 好 接着我们看看 有观众想问汇控 汇控今天随正 收市跌0.8% 收复70.15 观众说在72.3买 想问汇控可以上网多少 是的 如果72.3买 其实你可能 成本价不用那麽贵 因为本身来说 今天随正就减7.68至出来 如果72.8买入 其实你的成本价大概72元附近 如果你说现时来说 我觉得拿着汇控可以给多一点耐性 因为其实我们刚才也提过 我们的港匯 金管局一直要接近一些港员 反映本港方面的息差 和美国方面有一定的距离 接着怎么可以令到 我想流到接近的库存 大概有五百多亿左右 我想最优惠利率 其实本港方面有机会 向上移动的息率 来堵塞这个问题 所以接近加息的状况 我相信去到年尾前都会进行 所以对汇控来说 都有一定的帮助 始终十年没有加息 所以我想汇控或者 本港的银行股 可以继续忍耐一下 虽然市场比较差 但如果可以加息 大家懂得差拉闊的机会 存在着 可以继续等待 但是暂时来说 第一个位置反弹 大概是74元 因为一百天线 在7月底 都试了几次就破不了 所以这个位置的阻力都比较大 所以初段来说 大概是74元 但是中线拿着 我觉得有机会上80元 所以可以先忍耐一下 好啊 我看到有观众 有三个想问一下Jason 都是银行股 三个里面哪个呢 比较可彩 有刚才提及过的就是汇控 另外就有11号恒生 和中银香港2388 三个里面 Jason你又觉得 怎样选择好呢 2388 汇控我觉得OK 而2388第一季的业绩 其实差一个市场预期 令到它的股价都差不多40元 一跌跌下来 就算你最近来说 都不是太炒肉 反而我觉得 部署上可以等待业绩 公布了 看看今次好不好 或者是 息差可不可以拉闊 因为其实第二季了 明显我们本港方面 公楼利息都是贵了 其实你如果第二季都不能够 可以拉闊息差的话 我觉得都要再进一步关注 而恒生方面 其实都 如果你说中线持货 我觉得是不妨的 因为始终过去 恒生的走势 都和港股的影响度 不算太高 它自己有自己升 因为始终它的收益上比较平稳 如果你说恒生 我觉得可以等待接近50天线 202元这位置上车 好 观众可以自己衡量 便选择适合自己的心水 另外有观众问药股 梁小姐想问石药1093 她说自己在20.8毫半买了 业绩之后她说可不可以回家乡 看到今天石药跌0.75% 收报是18.5% Jason 你又怎样看呢 他就20号出业绩 而看回第一季的表现 其实是相当不错 第一季增长有四成多 第二季可不可以继续 大家未知 因为好像暂时未有一间 一些主要约厂出业绩 所以暂时大家难以衡量 但始终内地方面 近期当然 在一个月前 开始一路發酵住假疫苗事件 令到大家的投资情绪转差 再加上 现时我看到石药有个股价 其实亚天市的阻力都比较明显 由这个差不多六月开始 一路沿着亚天市一路压下来 亚天市现在是20元3毛4 如果真的20元再高一点买入 你看着亚天市这位置 上到这位置 而业绩又未必完全优于市场预期的话 我觉得这些位置可以趁反弹 而减一减磅 我想你看到药业股 可能现阶段 大家的投资情绪都不是相当之乐观 始终一百年 你说当炒的股份 全部都在洗仓下去 教育股洗一次 科技力都在洗 而药业股都算是这样的 慢慢地跌 所以我觉得你可以先保持 接近20元流上 你可以考虑减磅 可否回到家乡 可能差点 到时输少 当时赢 另外也有观众问了一只15400 就是金丝水 今天也有升过上来 高见过14.5 不过之后也要倒跌 收市就要跌7% 收报12.92 观众就说 狂跌 怎样看 狂跌 真是有原因 因为业绩还未出 为什么要跌得这么惨 因为刚才提过 大家在找高估值的股份 一直沽下去 你说看市盈率 108倍 跌了这么多 总是108倍 虽然憧憬度也是高 因为始终在生物制药里面 其实它上市第一只 还有你说 发展的路向 其实一直都 它比市盈方面 都比较高的一个市盈率 评价 而且都很积极 在不同的药品里面做研究 但是始终 数没回来 而且市场开始害怕 一些高估值的股份 所以继续是抛售当中 要等市场开始 资金流亂回香港了 找一些提材股 高估值股份投放 才想起来也不像 因为其实你看到 它自从上次叛股之后 整个股份 其实已经是走一样 差不多是26元 28元 这些位置 一路打下来 其实已经是半价 腰斩了 所以现阶段 我觉得股价 都有一定的 受压的能力 除非业绩出来 真的有大幅改善 令到市盈率 开始有拉升的一个机会 如果不是的话 现阶段 暂时先看着 不要那么急迫进去 因为始终 股价都真的比较高 市场来说 都在找一些安全 或者有稳定派遞的股份投放 因为始终市场很害怕 大家这么害怕 我们一起跟它担心 好 大家都要小心 高估值的股份 另外 有观众想问 941 近日跌市之下 941相对比较硬 在公布业绩之后 看到今天 941都涨了 观众想问 70元 持有941 可否继续持有 我觉得可以继续持有 相对来说 刚才就呼应 就是 开始大家在找一些安全 股价不高 而有息率派 有股价派的股份 其实941就中了三个 因为其实中期业绩 其实业绩里面 盈利增长 比市场预期好 也都有增加派息 在股价上 你看看3号 煤气 其实现时市盈率是29倍 你看看941 其实市盈率是10倍左右 而息率 其实今次的中期息也有增加派息 所以马上吸引到资金拍案 如果以公用股那样看 其实位置真的比较低 所以吸引了资金来投放 短线我觉得接近74元 会有一定的阻力 因为近期说 在4月开始 基本上74元 都拦了几次下去的 但是如果你说 持有中线耐性的话 我觉得可以看近80 都不奇怪 因为上到80 市盈率都是14倍左右 不算高 所以我想 现时市 既然这么怕 大家一直在沽一些高科技股 一些高估值的股份 其实拍去哪呢 就是拍去一些吸引 或者安全性较高的股份 所以中线插住 我觉得你可以看到80 但是短线 你可能看着74元 这个阻力 我想要给多一点时间 才有机会突破得到 好啊 观众都可以暂时 就先持有 另外不如问788 因为都有观众问 他就问 中国铁塔 是否变成零骨塔 还是在建地基 看到今天 中国铁塔跌0.8% 收捕1.2毫的 是的 其实中国铁塔 之前也曾经持有过 但是穿了126的招呼架 其实都建议大家 要开始下垒子舌 因为近期来说 市货不就也好 或者是 保持人的威力 慢慢地鬆减也好 因为始终市场气氛 比较差 这些新股 虧損不多 我都愿意先给它 所以穿了126 大家都要考虑做止蝕 但是既然你说 未止蝕的 我们多看一点 比较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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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其实 当然前景上 不是完全看淡 只是在控制风险的情况下 我们看到很多的新股 穿了招呼架 真的没影的 回不了去的 好像一些叫歌荔也好 全都抛逾了招呼架很远 所以大家 如果你说自保 或者我们说穿过耳 就一定狠狠地做个止蝕 算了 所以你说知 搏返难的 我就宁愿等市 搏返一些更高速的股份 可能更好些 好啊 那么观众留意着 过耳的位置 可能就要先行止蝕 先了 我们再回答最后一条问题 有观众问借 $250 比亚迪电子 今天要跌3% 收报$8.04 观众说 中长线持有行不行 中长线持有 看到第一季 业绩已经开始不对版了 去年很厉害 17年交易业绩增长1.1倍 今年第一季已经开始 按年方面倒退了12% 那见手机设备股一直开始 高增长好像 刚才我们最初都说 高增长期见不到的话 就惨了 现在你说 29日出现 如果没有货 继续看预先 如果出来 万一继续是差过预期 或者是继续双位数的倒退 我认为8元都不保 所以就需要这么快去拼他住 尤其是之前 17年开始起步炒 5元起步炒 现在整个山营回去 我觉得 这么近出业绩 就不要看 不要拼住了 业绩出来 除非英俊改善 我们才再考虑回去 好 一切都留意着 业绩之后 才再作部署 好 我们今天就和Jason 谈到这里 想问Jason 有没有持有刚才说过的股票 持有700 令腾上股其他一部 好 我们今天谢谢Jason 好 最后就和大家看看 欧洲股市那边的表现 见到欧洲股市 现在三大指数 德国、英国和法国股市 都是靠稳的 今日的节目时间到这里 多谢大家收看 拜拜